可恶 想不到你中了无限魂毒还能反抗 可惜啊 任你实力再强 今日也难逃一死 切住了 切住了 总算死了 谁 我的好弟弟 你可真是让大哥看了一场好戏呀 不愧是我秦家人 连念无极这样的天才 也死在了你的手上 佩服 大哥佩服 在我的面前也想偷跑 好弟弟 你想太多了 前锋 你到底想怎样 我想做什么你不清楚吗 你伤我二弟 回我母亲名誉 今日不杀你 如何向母亲大人交代 赵凤 让你动手的 杀你何须我母亲授意 在我眼里 你只是一个跳梁小丑 杀你不过随手而已 放心 等你死后 我回到王都 就送你母亲一同上路 你们娘俩在黄泉路上 也好有个伴儿 我母亲可是你姑姑 你敢这么对她 姑姑 在我看来 她不过是个玷污了秦家未明的贱人而已 好了 时间宝贵 我这就送你上 别摆自己 你现在的状态 任何一个武者 都能轻易击杀你 是吗 不对 你不是中毒了吧 无相昏毒 你这么好 你还是想关心一下自己的右手吧 再不知就废了 秦晨 你真该 你早知我在这儿 所以才假装被念无极打成重伤 引我出来 不然呢 曹衡他们出现的时候 你就已经到了吧 也亏你有这个耐心 居然等到现在 害我现前陪念无极演了这么久 秦晨 你以为光告偷袭 就能杀了我吗 我前锋纵横杀场多年 什么场面没见过 我前锋横杀场多年 思乔血脉 难怪有不死的内心 这 digging 死到灵头 还笑得出来 你对我做了什么